彼得五秦节的讲远 读经事徒行传 二仗 十四至十一节 彼得和十一个仕途赞起 高声说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亚当侧以听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自初 这正是先知若而所说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敲伴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仪仗 老年人要做儿蒙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敲伴我的仆人和私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耶路撒冷始终是一个繁忙的城市 当如节将之 属于千计的旅客来到城中守折 总算能够找到落脚的地方 其中很多人会再多逗留六个星期 一直到宫巡节 因此神已经预备了大量的福音庭众 仲师徒和其他信徒 怀着热切其大的辛苦 整个星期一起祷告 他们知道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们只是紧紧地压着基督的应许和命令 就要留在耶路撒冷 等候我应许刺客的圣灵 圣灵终于在五巡节那一日降冷 神荣养圣灵以一种 惊天动地的方式降冷 以至吸引了大量群众的注意 群众围住门徒 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日如往上 又是彼得第一个出来 就在门徒前面 向大家解释发生的事 彼得知道圣灵已经降冷 他再向群众讲述基督 还有基督正是被他们钉死 这一篇是一篇满有力量的讲章 实际上是两篇讲道 一篇为我们记录在这里 另外一篇在第四十节 简单的讲述 彼得还用许老华警告他们 并勸解他们悔改信传 神的恩典 喜不愧奇妙呢 彼得一个时尚软弱的人 而且就在六个礼拜之前 他更加是此口否认基督的 但这一刻 他却是被神使用 即使他全港福音 小到三千人得救 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多么大的激励 我们童然有软弱跌倒 但神他愿意使用我们 而且他更加赐给我们 圣灵的能力 使我们能够为他作见证 我们愿意今天 来到求主 即使圣灵使用我们 领人来到基督面前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